一群大学生在山洞里挖宝 他们沿着地图找了几天 果然在下面找到了宝箱 看着上面怪异的图案 众人还在猜测有什么奖品 小红突然发现不对劲 寻宝网站上说这是一个月前埋进去的 可他看起来完全不像 马丁文言拨开顶上的泥土 终于看清了原本的图形 他有些不敢置信 这是崇拜太阳神的阿兹特克 来自16世纪的墨西哥 或许这里以前是阿兹特克帝国的北部边界 那些符号能够证实这一点 这并不是什么寻宝道具 而是一件古老的文物 甚至可能装着宝石 小红轻轻转动那张人脸 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众人被吓了一跳 马丁迫不及待地打开盖子 随即从里面取出一个救狐 几人感到失望至极 这甚至不是金子做的 但他能感觉里面很沉 小红试着解开上面的绳子 马丁好奇地探头看去 里面竟然装的全是血 几人瞬间眉头紧皱 小红伸手沾上了一点 这毫无疑问就是血液 可五百年前的血 早就应该干涸了才对 还没等几人搞懂 小白想要拍摄一点猎气片段 不料拿起罐子 十一个不小心摔在地上 湖里的血全部倒了出来 就在众人惊愕之际 小红猛然发现不对 四周开始暗了下来 直到光线彻底消失 他们连忙从山洞出来 赫然发现天上的太阳消失了 可现在明明还没到中午 这也不像是一次日时 马丁看不到月球后面太阳的光运 没等他们搞清楚 小红突然感觉身体越来越冷 显然这并不是心理作用 时间来到两个小时后 广播正报道着太阳消失 却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 地表的温度正急速下降 格林兰跌破了零下90度 总统也紧急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众人被动的瑟瑟发抖 小白还想打电话回家 结果却收不到任何信号 太阳根本没有理由消失 小红肯定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这件事 但马丁已经得出结论 这都是他们造成的 众人满脸疑惑干啥了 马丁之前还不能确定 那就是阿兹特克的盒子 现在只有一种解释 因为阿兹特克人崇拜太阳神 所以将盒子埋在山洞里 而现在却被他们挖了出来 小白觉得这说法实在弱智 这很有可能是个巧合 马丁考虑过这种因素 他现在也无法确定 小胖不想继续待在山洞里 他们最好赶紧回家 小红认为不太可能 这里距离小镇30英里远 要摸黑爬下这座山头 危险系数实在太高了 现在也还不是最糟的时候 如果几天之内没有太阳的话 大气会逃逸进太空 气温将会下降到零下150度 地球的生物都会被冻死 就算有办法保持暖和 也会死于越来越稀薄的大气 小红想知道应该怎么办 马丁说起那些象形文字 需要献上一个人作为祭品 把血全部倒进那个杯子里 然后埋回原来的位置 小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诺亚也感到愤怒 但仪式必须要一个祭品 不能只是划破手指滴血 而是需要杀死一个人 就在这时 马丁发现盒子里的刀 现在连武器都准备好了 众人惊恐地瞪大双眼 诺亚让大家冷静下来 他们不能就这样自相残杀 肯定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包里物资还可以支撑几天 小红也安抚众人先休息一晚 或许明天就有太阳了 几人迅速去寻找木头生活 此时 太阳已经消失了13个小时 全球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引发了大规模的暴乱和抢劫 广播会在断电前一直拨下去 小白开始觉得是自己的错 如果他没弄倒那杯血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小红听完没有回答 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 而第二天早上六点 太阳应该早就升起了才对 小胖认为这是世界末日 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小红却不这么觉得 如果马丁说的是真的 他们必须得拯救世界 不只是为了彼此 更是为了家人们 这是几人唯一的办法 首先得决定谁被陷阱 诺亚满脸厌恶的拒绝 小胖更不想成为祭品 几人都是最好的朋友 但此刻必须做出选择 如果一条命能拯救几十亿人 那就是一次值得的牺牲 可依旧没人愿意牺牲自己 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 众人必须尽快决定 小红毅然独挑大量 以抽签的方式做决定 短棍者中签 众人在沉默中同意下来 小红握着一把木棍 来到他们面前 马丁再三犹豫之下 选中了一根长长的棍子 内心复杂的难以言表 小红催促下一个人选择 小胖颤抖地想抽出木棍 不料被诺亚先行一步 眼间自己没有中签 她迅速退到后面 现在只剩下三根木棍 小胖缓缓用手抽出长棍 还是没有中签 小红紧张地急促呼吸 现在只能从她和小白之间 选出一位 小白紧绷地选中左边那根 好巧不巧正是短签 小白整个人愣在原地 她试着询问 不是真的要献计吧 可却没有人回答 小胖悲痛地逃避问题 小白只能祈求 最好的朋友救救自己 可谁会愿意替她去死呢 小白终于绷不住了 所有人都沉默地可怕 这等同于宣判了死刑 她还想趁机逃走 不料身后传来一声重击 后脑勺流出鲜血 动手的人正是诺亚 她直接将小白按在地上 马丁拿着匕首冲了过去 面对挚爱的女友 小胖选择了袖手旁观 眼见她不愿意帮忙 马丁最终痛下杀手 曾经挤人是多么要好 现在就有多么悲痛 诺亚怎么都洗不清手掌的血迹 小红失神地看着尸体 马丁将盒子埋了回去 小胖看完摄像机的内容 只痛恨自己不作为 嘴里不停向小白道歉 可就在这时 外面的阳光照射进山洞里 太阳终于重新出现 众人顿时无比欣喜 献祭真的起了作用 他们迫不及待地冲到外面 那是美丽而又温暖的太阳 想到全世界的人都在狂欢 收音机也收到了信号 众人的笑容瞬间消失 这肯定不是什么等粒子空间 难道不是他们拯救了世界吗 诺亚就知道做错了 他们无缘无故杀死了小白 小胖整个人直接崩溃 马丁确信是他们所为 不管是太阳消失还是重现 小胖相信这个说法 他们做了必须做的事情 小红却不敢苟同 虽然这个世界再次温暖起来 但他们只感受到刺骨的寒意 受不确定原因所困扰 他们无法找到心头的平静 更无法逃脱疑问的阴影 在失去光明的那一刻 他们就堕入了黑暗的深渊 各位观看